继续这两个都跟您行的安全有关 我们先来看台中这边 因为有卖场新开幕 不过我们看人潮这么多 这个厂方他们竟然是把这三角锥 直接就放在人行道上面 为的是希望可以阻挡一些车 但是却让行人没有地方可以走 看起来显向还生 而另外这里的自由车场馆 让不少车友相当傻眼 台南市立自由车场馆 因为年久失修 长了很多杂草 然后车道又多处破损 最近有车友跟民众看到 有一段超大的波浪车道 骑自行车变成了骑越野车 凹凹凸凸的 看起来真的很危险 市府表示会争取经费来改善 骑着自行车来到自由车场练习 眼前这一段波浪车道 高高低低起伏好大 骑在上面龙头真的要抓紧 五公分五啊 一旁车道有的裂缝五公分 车友的车骑过去 时常发生破烂的惨况 这里是台南市立自由车场馆 民国五十九年新建 五十年了 现在已经没有使用执照 也没在维修 杂草丛生车道严重破损 假日开放一般民众进来运动 这样的车道当然就被质疑 容易发生危险 每一个设备都必须要合格的 而且合乎标准的 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运动伤害降低 市府强调这一段波浪型车道 是训练自行车手的特殊设计 因为它没有使用执照 所以如果说要来用经费来整修的话 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度 目前正在争取前瞻经费 1.12亿元的补助 如果通过就能尽快修缮 给市民一个安全的运动场 华尔学刘汉生台南报道